我照顾失明的顾时亭三年,她复明后,却因为手术失忆忘了我。 我用尽浑身解数也没办法让她想起来。 退却之际,我却撞到她与小青梅说话,我自然要装失忆,否则她不知要拿恩情怎么要挟我。 我好歹顾家的太子爷,怎么能娶那么低贱的一个女人? 站在病房门口,我手上全是熬粥烫出的水泡。 顾时亭复明之后,需要一段时间饮食清淡,而我为了让她恢复记忆,日复一日送吃食给她。 而她一如既往地厌恶我,对我所说的话嗤之以鼻。 你会做饭?保姆的女儿而已,拿女朋友的架子要求我。 谁给你的脸?明晚,你不会谎话说多,连自己都信了吧? 我被打击到神色恍惚地看着她。 能求得顾家太子爷的青睐,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自然也包括我。 可明明,照顾她那三年里,是她主动靠近我的。 她眼睛裹着纱布,摸索到我的手,轻柔地笑,以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烫到了。 你叫了一小声,被我听到了,好软的一双手,怎么会给我按摩那么舒服? 她对我逐渐暧昧,我脸红耳赤。 后来我百般拒绝她的暗示,只想着单纯爱她,并不想以后拿照料的恩情要挟她。 此时也不想说出这些话来叫她难看。 到最后,顾时亭失落地说,你嫌弃我是个瞎子了。 晚晚,我的心房一下子受到了冲撞。 如今,这些全都变成了她凶狠刺向我的戾气。 我原本失落而逃,每一天都被打碎信心,又在眼泪里捡回自尊和爱,重新面对她,我已经习惯了。 没想到,我忘记拿保温壶,转身回病房的瞬间,竟会听见她说这些话。 我打开了门。 曾经,一个白皙娇俏的小姑娘,样着甜美的笑容,趴在顾时亭病床上,和她说话。 她闻声转头看到我,神情只呆滞一瞬,接着继续笑也如花。 像再说,也不知她听到没有,听到又怎样,而顾时亭,竟也一样。 她沉吟了一瞬,而后道,别拿了,明天也不用做了,苍蝇馆都比你做得好吃。 原来她心里,和曾经想的是一样的。 我看不到自己的脸,想来是万分苍白的。 我不在意,以后能不能成为顾太太,和顾时亭在一起,我只想问一句,那三年情意,到底是真的,还是我一厢情愿而已。 我哆哆嗦嗦站直了,对上顾时亭冷漠嘲讽的眼神,说,我只是想恭喜你,终于能看到枫叶在变红了。 顾时亭失明期间,叹西起曾经每年都和我一起上香山看红枫叶。 说以后,怕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那时,我固执地将情绪失控的她,从地上拉回轮椅,揉着自己快被压得快断了的手腕说,顾时亭,你一定可以再看到的。 我相信她会复明,比相信我们能在一起都多。 顾时亭的神情,终于出现了一瞬的破碎。 我放下了保温杯,低下头,慢慢走出了顾时亭的病房。 背后传来声音,你说她放弃了吗? 放不放弃,有什么区别? 男生冷冽传来,死皮赖脸,结果难道就不一样了? 曾经笑壳了。 前仰后合,整个楼道都能听见。 宛若冷剑射穿我的心脏。 我慢慢走着,最后竟也荒唐地笑起了自己来。 我回了家,吃饭时手腕又隐隐痛起来。 我替休假的母亲收拾好家务,去了自己在顾家的一个小房间, 一边听中医说的给手腕冷敷,一边上网查出国的资料。 手腕是照顾顾时亭时留下的旧伤,再美好起来。 而我三年前料下的名校研究生Offer,果不其然如今不可能再重新发给我。 我报名了语言考试,又准备了专业文件到半夜,直到顾太太来敲我的门。 明晚,我来跟你聊聊。 顾太太脸色不是很好,因为最近圈子里都在传顾时亭忘恩负义。 当年,整个顾家都要放弃她,顾太太本人身体不好,去了国外休养。 第三者和私生子在顾家来回蹦搭。 是我,将顾时亭从地狱里拉回来。 如今,她要娶陈青,恨不得不顾一切和我划清界限。 这是澳洲的一所学校,学完你就去这个机构工作,终身福利非常不错,不要再回来了。 顾太太神色冷漠,最后看我一眼,一笑。 明晚,你母亲赚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供你上这个学校,做人要知足。 我吸气,给我点时间,我去自己想去的国家和学校。 由不得你,我不能让亭儿后悔,再找到你。 你就去这里。 我笑得很难看,我当年留下照顾她,放弃了我最爱的专业。 我知道我们母子欠你,可不是你想要什么都能给。 顾太太看我的眼神像看蝼蚁,高高在上地继续将护照文件一推,就像,你还想要亭儿,你配吗? 我看着她,一动不动。 眼前这个人,和当年那个从国外刚回来抱着我哭,要给我下跪感谢我的女人,宛若两个人。 顾太太吸气,出门,早点睡,明晚,一周后的飞机,你需要做好准备。 两天后,顾时亭出院。 我妈那个并不是简单的病,我今天去医院拿到了她的病理窃片,嗯,恶性。 我恍恍惚惚走入顾家。 顾时亭脱下穿了几年的病号服,整个人意气风发,高大其长的身影站在客厅正中间,一手和曾经食指相扣,一手插入裤带,眼神疲逆天下一般。 看到我进来,她嘲讽一笑,接着神色冷下来,真是什么人都能进正厅了。 做点保姆该做的,就拿自己当主子了。 我内心骤然剧痛,因为突然想起刚刚进病房时,我看到母亲正刷着某音,不知看到了什么新闻,红了眼睛,嘴唇死死抿着在哆嗦,像在忍着泪。 我性子随了她,温婉隐忍,不爱说话。 此时抬起头,看着顾时亭,一秒,两秒,我轻声开口,保姆照顾你两下,你就爱她。 你爱得好见啊,顾时亭。 顾时亭愣住,似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一巴掌呼啸而来,我是在脸火辣辣腾起来的时候,才察觉是曾经从旁过来狠狠扇了我一下。 看来你是真不明白自己算什么东西。 娇俏的小姑娘满眼良意,笑盈盈看我,怎么,你要报警吗? 我却只下意识地抬眼,看向了不远处的顾时亭。 小时候,我妈因为要逃离我爸,只身带着我远走。 而顾太太生产后得了抑郁,不能做太重的工作,精神上愈发空虚。 我母亲和我的出现,多少给了她一些能救赎凡人的感觉。 事已,她首肯我留在母亲身边,日常对我们多有照拂。 尽管有时候是高高在上的照拂,我和我妈也仍旧感恩。 故事停没出事时,与曾经就很好。 小丫头傲气调皮,爱捉弄我,她倒也不凶她,只冷眼笑,你觉得仗是欺人,还挺招人喜欢的。 曾经一下就念了,此后,对我不乏有敌意,但再不施展。 如今,故事停把玩着手里的高脚杯,缓缓放下了,扯出一抹笑,看都不看我。 家里的狗巢主人费,踢一脚,算轻的。 我定定看了她几秒,连曾经在我眼前阴阳怪气说了什么,我都没听见。 半小时候,我拖着行李箱下来了。 你干什么? 曾经大叫,瞪圆的眼睛活像看到我偷她家似的。 旁边的男人也舒然停下了家菜的举动。 懒懒皱眉看着我。 我淡笑一下,我妈的行李,给她办住院,少爷,小姐,你们慢吃。 我五岁入顾家,二十四岁离开。 十九年里,我没叫过她一声少爷。 我走出别墅,身后传来筷子掉下的声音,和其他佣人唯唯诺诺的道歉声与我无关了。 对,我带走的不只是母亲的行李。 我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小房子,借了朋友的身份证, 不让顾家找到我。 一个星期,足以我搞定学校申请,母亲转院,逃到一个小镇子等我的靠发下来了。 这几年,我照顾顾时停,没停止过练习语言,闲暇帮人辅导论文,积蓄我也有一些。 考完试,秋季傍晚的寒风让我打了一个机灵。 一辆车缓缓停靠在我眼前。 一张帅气却略带阴狠的脸在我面前出现,问道, 哟,小明晚,这是去哪儿啊? 听说我大妈正找你呢? 顾家的私生子,小顾时停两岁的顾康。 从小在外省长大,衣食无忧,却没有抚养出气质来。 顾时停复明,最担忧的是她和她的母亲。 其次是被养在郊外山庄上的那个,刚生了个满周岁儿子的年轻女人。 顾董事长不管在顾时停失明前,还是失明后,都活得不像个现代男人。 顾康在顾家蹦搭两年,管顾太太一口一个大妈的叫。 还有,妈,小妈。 当年她蹦到了失明的顾时停面前,抢了我的活儿, 嗷嗷说要给她哥哥喂饭,要孝敬一下她哥哥。 喂饭是小,实则是在借机讽刺顾时停是个废人。 顾时停蒙着眼睛,气到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按理说,我做不了什么。 可我那时候一个机灵,突然开始改用法语和顾时停交流, 英俊的男人微微一愣,随后慢慢慢慢地, 扯开了一抹凄苦却畅快地笑,越笑越大声。 她听懂了,我是在说,即便失明, 她脑子里的文化与教养也是任何人都偷不走的。 她顾时停绝不是个废物。 顾时停坐在轮椅上,很狼狈, 却朝我露出一抹温暖的笑,用法语对我说, 晚晚,我爱你。 一旁,顾康傻子似的看着我俩,活活五分钟后, 才知道自己被耍了。 顾康跳着脚骂,扯着我的头发到了台阶上。 妈的,收拾不了他,我还收拾不了你。 你个贱人。 羞辱老子,他的巴掌落下来之前,轮椅生传来。 我就算是个瞎子,我也有钱。 顾时停微微偏头,满身清冷傲气地说, 你敢动他一下,我叫你死无全尸。 反正是个死,拖着你,我不亏。 顾康到底没敢对我动手。 顾时停那时拉了我过来, 手颤抖着抚摸着我被拽疼的头皮, 哽咽着说,是我错了。 我一定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准备下次手术。 晚晚,我一定会为了我们努力的。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自暴自弃,不肯配合的顾时停, 才终于慢慢奋起。 如今啊,顾康这个小丑,又捂到了我跟前。 我的面前却在没人了。 我俯身,吸口气, 突然急急拽住他的袖子,朝他叫嚷道, 二少爷,顾时停怎么能不理我呢? 他不能忘恩负义,你替我跟他说说好不好。 曾经不爱生孩子,我给他生。 他像他爸爸一样,给我一栋楼一块地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母子就能活了二少爷。 你帮我说说,顾康的眼神活像招惹上了个疯子。 我死皮赖脸的样子,触到了他最反感的弦。 他脱口一生草,一把甩开我,一脚油门走了。 我差点被推倒在地,我勾了勾唇,捡起了准考证。 这才发现,不远处一个俊朗的少年正驾着车, 嚼着口香糖,半笑着看完了这一幕, 一副饶有兴致的样子。 我心下微微慌乱,上了公交车, 希望一个星期后我能顺利离开。 三天后,语言成绩出来,我赶忙发了邮件, offer如约而至。 几天没睡好觉,我终于长舒一口气。 如果不是爱的专业顶着,我真怕自己撑不住。 三年朝夕相处,我甚至和顾时亭睡在一张床上, 如今放在心肩上爱着的男人突然拔刀相向, 先斩一中人。 这种自己是个笑话的感觉叫我简直夜不能寐。 疼?心怎么会不疼呢? 眼泪掉完就不会掉了, 所以我尽情地哭,哭完,该怎样怎样。 我妈妈的病,要吃把像药, 后续可能几天就要一万块。 我倒下了,她也就会没了。 我不能倒下,顾家看不起我, 那就求他们发发善心将我放了。 我没想到,顾太太能心眼那么小。 顾时亭和曾经的订婚宴,声势浩大, 时间就选在顾太太叫我去澳洲的那一天。 熬过这一天,也许就没事了。 母亲激烈地咳起来, 我拿着处方单去楼下买药, 盯着电视里顾家和曾家世纪订婚宴的报道, 心若刀脚。 苦笑一下, 我转身进入小巷, 却被人一闷棍砸晕了过去。 醒来, 顾康一边抽烟, 一边浑身上下只滚着一个浴巾在打电话。 大妈,你确定? 你儿子对这女的真没想法? 你就不怕自己棒打鸳鸯了? 她斜眼看我, 即便看到我醒了人无所畏惧, 反而愈发觉得刺激。 你和时亭是兄弟, 也是对手, 她爱不爱明晚, 都没关系, 反正结果她都不能爱。 你既然喜欢, 那交给你了。 你也帮我测试一下, 婷儿是不是针对她没感情了, 我都听懂了。 这群疯子, 我浑身忍不住地发抖, 下意识地求饶, 我听你的话, 我去澳洲, 你现在别让她过来。 明晚, 这只是一个测试, 我这么多天的逃亡, 在她眼皮子底下, 只不过像一个演戏的小丑。 哎呀, 哥哥, 忙着呢? 你看看这谁呀, 顾康恶趣味地笑起来, 打开视频, 画面中, 顾时亭西装革履, 正在有别人给她打领带。 我冲过去抢过了手机, 顾时亭, 救救我, 你妈她, 我慌不择路, 什么尊严都不要了。 这世间多丑恶, 都和我没关系, 我要自己先好好活着。 身材奇长的男人, 朝这里淡淡瞥了一眼, 最后轻笑起来, 克制了一下, 轻声说, 我妈给你的选择已经很不错了, 我都知道。 明晚, 你要还认不清楚的话, 那我最后和你说一句。 你和顾康还挺配的, 我是说, 身份上。 跟了她, 也许是你最好的结局, 比去澳洲还好。 抱歉啊, 晚晚。 小时候我对你不错, 长大了, 有些道理, 你也该学会了。 明晚, 再见。 这算是顾时亭复明过后, 和我说过最多的话, 不是冷言冷语的嘲讽, 却比以往任何话都像利器, 扎穿我的心脏。 抢来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顾康咽下一口口水, 挂断手机扑了上来。 我闭上了眼睛, 这是我度过最寒冷彻骨的十秒。 门被打开了, 顾太太自是金贵地出现在我面前, 淡淡看我一眼道, 行了。 那天, 天色极好, 傍晚的天气, 订婚宴开始的前一个小时, 酒店窗外高空中的晚霞红弱火烧。 像这样早点乖乖, 去澳洲不就好了? 你妈妈的病, 药, 以后都有我负责。 你还能时不时回国看她? 明晚, 顾太太看了一眼手表, 目光变得温软慈爱, 阿姨都是为婷儿好, 在这里, 阿姨给你道个歉。 顾康气地爬起来, 你们他妈的又耍我。 是啊, 如果顾时停不出事, 顾家怎么也落不到这个草包身上。 我狼狈地拉上自己的衣服, 站起来, 感觉怎么走路都不对, 和顾太太擦肩而过时, 我笑了一下, 我可真后悔啊。 过去的三年, 我终于, 后悔了。 不出一个小时, 我的手机, 证件, 还有我自己要费很大劲 才有可能办下来的签证, 安安稳稳放在我手里。 视频电话里, 我妈尽量克制着不哭, 只红着眼说, 晚晚, 好好读书, 读书, 活着, 这就好。 她嘴唇有些抖, 继续说, 是我不对。 我不该带你来这里。 她有什么错? 我拥紧了身上的外套, 死死攥着, 有人递过来的一大把外币现金, 自从牙齿里一个一个蹦出来, 妈, 我先走了, 等我回来看你。 好, 过年见。 我妈同我一样坚强, 我没见过这世上比她更乐观的女人。 我笑了, 登机的前一个小时, 手机不断有电话打来, 我认得出, 那是故事亭的号码。 过去十九年, 烂熟于心的那十一位数字, 我不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已经不想听了。 澳洲没有什么不好, 嫁给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好, 过没有她的人生, 意识, 只是都不是我想要罢了。 我拔出SIM卡, 丢在了飞机下面。 一个头发染着白毛的少年擦肩而过, 修长漂亮的手指, 也捏着一张小SIM卡片, 在同样的位置也丢了下去。 白白了这操蛋的破地方, 小爷滚了哈。 他做了个投篮的动作, 书包砸到了我脑袋。 哎, 他看着捂着脑袋面无表情的我, 一下子超级惊喜似的, 跳开了三步远, 最后凑上来, 一脸想道歉, 又不知如何开口的模样。 姐姐, 你也去澳洲。 那个, 我叫林维扬。 林维扬羞羞涩又灿烂地笑了一下, 突然朝我伸出了手来。 认识一下好吗? 我的手机还在镇, 我认识了19年, 快将它刻入骨髓的男人, 如今还能与我有什么可说。 我呆滞地低头, 将微信也拉黑, 头也不抬, 哑声说了一句不好, 与他擦肩而过。 飞机起飞, 漫长的国际航班上, 林维扬坐在我后面, 不断替我清理着 一切不礼貌不舒适的障碍, 热情地像个狗子。 我穿着不知谁给我的 带了好几码的外套,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最后浑浑噩噩才想起来。 他, 似乎是那天我和顾康纠缠的时候, 坐在豪车里, 朝我冷笑的那个小子。 他那时, 头发还不是白色的。 我做了很长一个梦。 梦里, 我从小时候就开始爱慕顾石亭, 却一句喜欢也不敢说, 只在行动上处处彰显。 我妈未必没看出我的心思, 一开始, 她只交代我要好好照顾顾家唯一的太子爷。 青春期时, 她有时候摘菜会和我开玩笑, 不知石亭以后会找哪家的女孩子, 只是肯定是家事好又高贵的。 后来上了大学, 她只教我读书改变命运, 别人的起点, 有时候我们走到终点, 都到不了。 我明白的, 我都明白, 所以我愈发收敛。 只是, 顾石亭失明的三年, 是我最后靠近她的时机, 我甚至不图什么, 却没料到自己被扒了一层皮, 心都被碾得稀碎。 妈妈, 我终于懂了。 国外求学的日子异常艰辛, 哪怕有钱, 身处异地, 孤独冷清, 学业繁重的感觉, 也还是叫人透不过气。 没想到, 林维扬也在这所学校, 学了一个野鸡专业。 再一次见她, 是在中国留学生的派对上, 她倚靠着沙发, 笑着和人聊天。 一旁的女生压低了声音, 告诉我, 这是国内某富豪原配的儿子, 虽然不受宠, 但嫁过去, 也是一生富贵, 问我, 去认识过了吗? 我摸了摸自己藏起来的手机, 里面, 除了大量关于我妈的病的国外文献, 就是林维扬那斯发来的无数条姐姐, 姐姐的语音。 我摇了摇头, 富豪, 嫁人什么的, 从此再与我无关。 下一秒, 女生不知什么离开, 那眼睛亮得像小狗的少年, 又铁墙似的, 助力在了我跟前。 姐姐好厉害, 王牌专业, 不像我的, 就是狗屎。 姐姐住哪儿? 这里治安不好, 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回家, 这是我house地址, 地方特别大, 比你住的小公寓好多了。 她巴拉巴拉不停, 我捕捉到了最后一句, 抬眼看她, 你打听到过我住哪儿。 少年一下抿住了嘴唇, 不出两秒, 富又笑起来, 姐姐不喜欢白头发。 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去染啊。 喜欢, 她离我远一些。 我不想理会她, 走了几步, 终于忍不住, 回了热情如火的少年一句。 我的人生不出意外时, 早就被定好的。 我也不会和别人有未来, 林维扬, 你想玩, 不用找我了。 顿了顿, 又补了一句, 一个顾家私生子都瞧不上的女人, 我不信你是认真的, 我很忙, 所以, 求你行行好。 许是我离开时候的眼神, 比较落寞和平淡。 夜里洗完澡时, 我收到了这人发来的又一条语音消息, 姐姐, 我的人生没人给我定, 没人在意我, 我压根, 就没有瞧不上别人的权利。 我想起那个女生说的, 这人是某富豪原配的儿子, 那他又能差到哪里去? 骗人的罢了。 懒得哄他, 我又去桌前查起了关于母亲的病的资料来。 转眼两个月过去, 我手机里关于顾时亭的申请好友通过消息, 从一开始的一天一次, 变作一周一次。 他似乎压根懒得给我发什么消息, 最后一次申请时, 带了几个字, 圣诞节会过去。 二十四号晚, 芙兰餐厅, 关我屁事。 那天, 傍晚结束了大课, 我和一众学生一起往外走, 高大的落满雪的梧桐树下, 一个男人停靠在车旁, 抽着一根烟。 故时停。 我眨了眨眼, 突然之间身上所有的冷暖意识都远去, 直到他看过来, 我才上前打了个招呼。 顾大少。 顾时停抽烟的动作一致, 深深看了我一会儿, 半晌。 他开口, 我失明期间顾康做了不少动作, 整整三年, 那时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了, 顾家和我外公那儿都放弃我, 我不能在那个时候做出违背他们的任何决定。 明晚, 失明的三年, 我常见人情冷暖, 我说过, 我会为了我们努力的。 这是解释。 迟来了整整半年的, 解释。 我整个心脏像是被人抓着, 紧到我无法呼吸, 我之前那样迫切知道那个答案, 如今, 我突然就不敢知道了。 哦, 所以, 顾时停却不再说了, 退后一步, 优雅打开车门, 目光温柔, 走, 去吃个饭。 圣诞节在这里是最大的节日了, 明晚。 这又算什么? 这时候, 突然一前一后来了两个人。 曾经穿着洋装, 一脸阴沉地从后走来, 打开了后座的门, 顾时停一惊, 回头看到了她。 而林维扬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依旧是一声欢呼雀悦般的姐姐。 顾时停神色几番变化, 最后用手臂揽了曾经过来, 柔声说, 知道她在这儿, 就叫过来一起吃个饭, 你不是说, 跟着的那个助理对当地不熟? 那明晚肯定熟。 我眼睁睁看着这一幕, 骤然变得哑然。 我自然是熟悉当地, 所以, 一旦曾经过来, 我就得放下她顾少爷地下暧昧对象的身份, 再一乡也瞬间化身为他们的保姆。 顾时停当初也未必是想羞辱我, 她甚至可能是为了保护我, 让我不至于太难堪。 但是, 如今这种难堪又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她要借母家的事, 想必也要借岑家的事, 而在那之前, 我难道都要化身为一个见不得光的第三者, 等待她忍辱负重厚的灵性? 天气比刚刚来的时候, 变得还要冷了。 曾经似乎这才满意, 搂住她的胳膊笑了, 走到了副驾时, 以止气时地指着我, 你, 滚去后面。 而我, 看着顾时停, 表情从刚刚开始就未曾有任何的变化。 林维扬这才注意到他们这边, 择了一声, 搂住了我的肩膀。 这都什么玩意儿? 好不容易异地碰见个华人, 说话还带喷粪的, 是九年义务教育没学完就放出来了吗? 我僵了一下。 反应过来时, 脸上的笑一时没有忍住。 那些压抑多时的屈辱感, 绝望感, 一下破功, 我笑出眼泪来。 曾经气急, 你什么东西? 家里, 为了你上这穴都掏空家底了吧? 你个鳖三, 顾时亭这时此刻仿佛才认出了林维扬的身份, 一把搂住了曾青。 你是林家那小子? 你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林维扬一句没客气。 哦, 不对, 你瞎了三年, 复明了还不如瞎着, 还不如白眼狼呢? 两方眼看要骂起来。 我拽住了林维扬的胳膊。 只是不曾想, 这家伙顺势就歪过了身子来, 逆逆歪歪蹭到了我肩膀处, 过分地揪住了我的手指。 顾少爷, 我不是很有空, 夜里还有小组讨论课, 我强忍住了没甩开它, 看向顾时亭, 也谢谢你的邀约。 但是请相信, 我那时候照顾你三年, 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是你, 误会我了。 说这一句的时候, 我努力睁着眼睛, 不让一丝丝水汽有泛起来的机会。 我掐着林维扬的手指, 应该将它掐疼了。 不好意思, 我得去吃饭了。 祝你们两位好。 我清楚地看见, 擦肩而过的瞬间, 顾时亭突然苍白了脸, 不知是那一句, 是你误会我了, 叫他心慌, 还是林维扬的出现, 让他恼怒。 我只是突然觉得, 这人, 莫名就叫我恶心起来了。 夜里, 我又收到一条申请信息, 我妈现在对我很放心, 婉婉, 伯母的事, 现在我在掌管。 我一时几乎要原地气愤到跳起来, 死死压下屈辱和怒火, 我回复了过去, 顾时亭, 别犯贱, 别忘了我也有顾太太的联系方式, 你拿到的, 也可以原原本本土出来。 他终于消停。 这一夜, 我心烦意乱, 也不敢联系我妈。 我想起自己大学求学的那些年, 我上的学校不算最顶尖, 但我拼命地学, 拿各种荣誉, 就为了最后能保送顶级学府的研究生, 或者出国深造, 也容易通过。 顾时亭他呀, 是我的白月光, 是我都不敢拿来称作梦想的一种存在。 如今, 他撕碎了自己的面具, 也撕碎了我的一腔真心。 和我们相依为命的三年, 我头一次那么恨他, 突然有人敲门, 我吓了一跳。 谁? 我说话时, 眼角都还有眼泪。 这附近治安很不好, 有很多单身住户被骚扰的消息, 节假日离得近的都回家, 除了我们这些留学生, 其他人很少还在这里。 姐姐, 圣诞节呢? 寒寒酥酥的声音过后, 林薇阳的声音羞懒地传了过来, 嗯, 我的披萨烤糊了, 你吃吗? 和我一起, 我吃糊你吃馅。 雪, 吓得很大, 我拉开门, 眼睛微红, 我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林薇阳, 你死心吧。 但是, 披萨可以一起吃。 林薇阳愣了愣, 推门大笑着进来, 明晚, 我一直以为你就像个韧草一样, 百折不挠, 可是原来你也会哭, 还怕危险。 呃, 你的房间一点都不像女孩子, 闭嘴留下, 还是滚出去。 我闭嘴。 姐姐, 那狗东西不值得, 别哭了呀。 嗯, 我买了面粉。 包饺子, 你吃吧。 吃。 春节前, 顾太太给我发来了顾时亭的结婚请柬, 给你买了这一般的飞机。 最近又流言四起, 说什么忘恩负义的事。 你如果在, 顾家会体面。 我最近联系不上我妈, 她怎么样了? 找了个安静的庙修养, 山里没信号。 嗯, 我查到适合她的治疗方案了。 医生和团队都在英国, 也是我原来想去的国家。 顾时亭结婚后, 顾太太就不会再防备我, 也许, 忍一忍, 我还会有机会。 可是, 是我天真了。 婚礼上, 我没见到我母亲。 倒是在后台撞见顾时亭和陈青, 新娘的唇装花了, 我愣证一下, 对不起, 我进了错门。 顾时亭见我出去, 顿了顿才说, 我先走, 你补一下妆。 她走后, 陈青面红耳赤地砸了一下她的后背。 我被人从后拉住。 明晚, 我都和你解释清楚了, 你为什么就不能等一等我? 你宁愿去找林家那个废物都不愿意跟着我。 你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顾时亭压低了声音切齿对我说道, 我心里觉得无比可笑。 三年里, 叫她孤立无援的人不是我, 反而是我给了她最后的关怀和支持。 如今, 她迎合着那些伤害过她的人将我踩在脚下, 还要怪我不等她得失归来。 我高攀不起。 我抽回手, 在她追上来前, 警告了她一句, 顾少, 你母亲就在前厅。 这一晚, 我只是回来完成任务, 最重要的, 是我要见到我妈。 婚礼如愿结束, 我起身要走时, 保镖拦住我, 明小姐, 得到明天早上, 你才能离开。 我疑惑半顺, 片刻后哑然失笑, 你是怕新婚夜, 顾时亭还会出现在我床上。 这些人, 一个比一个能想, 还一个比一个看不起我。 无所谓。 婚礼完了, 就在没什么可以拿捏我。 我等, 一直到天蒙蒙亮, 我心脏突然跳了一下, 多了一拍。 我下意识地联系起之前的护工, 负责查房的护士和主治医师, 却没有人回我。 我不是这个时候才联系不上他们的, 可我突然觉得无比恐惧, 也无比心慌。 保镖终于放开我之后, 我衣服都没换, 直接奔去了医院。 我妈人呢? 我气喘吁吁, 盯着空了的床位, 茫然问道。 认识的护士, 拽住了新来的实习生, 满眼痛心地冲到我跟前, 拉过我说, 明小姐, 我终于见到你了。 你母亲, 她一周前突然病重, 被拉去蓝山医院抢救, 回来的时候, 她就已静。 我听那边同事说是并发症导致, 而且她发现的时候就是晚期。 当然, 那晚断电恢复后, 也是我们护工照料不周, 那个人也已经吓跑了一时间。 我只看得到她嘴一张一息, 我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 死了? 我妈她, 去世了。 尸体在停尸房。 顾太太说, 不让告诉你, 等婚礼完成后再交给你。 小护士面容似有不仁, 安慰我说, 你母亲尸体保管还是很好的。 我弯下腰去, 整颗心疼得快要喘不过气。 眼泪似湿了开关, 大滴大滴砸在地面上, 我挤出几个字, 带我去看。 顾太太来得很快, 她该在家里等, 而媳妇敬茶的, 如今却早早换了一身白旗袍, 顶着风雪来了我这儿。 抿了抿唇, 她伸出手俯上我的肩膀, 轻声道, 我本想着, 你母亲的病我尽心尽力, 是下面的人做事不周到, 才出了意外, 也是她本身身体不行, 晚一天两天给你知道, 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 阿姨还是抱歉的。 她眨了眨好看的眼, 从下人手里拿了一张 递给了我六百万。 明晚, 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 而是如若你知道这些闹了婚礼, 婷儿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阿姨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你能理解我的, 都是为了子女, 对不对? 婷儿的事, 还有你母亲的事, 我对不住了。 我死死攥着栏杆, 看着我此生最爱的人, 就静静躺在我面前。 我无法形容此刻心理炸开的仇恨。 我想撕了面前这个女人。 滚。 顾太太愣住, 似乎是压根想不到, 我竟会用这种语气和她说话, 下面的人急得要找我算账。 她笑了, 阻拦住, 轻声说一句, 节哀, 这种时候, 我就不和你计较。 滚。 我更快地说了一句, 天仿佛迟迟不亮。 我实在是怕我妈躺太久了, 抱了她一会儿之后, 我已经浑身冰冷, 手脚发着斗将她盖好, 联系了火葬场, 拉她过去。 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她却平白等了我这么些天, 灵魂会不安的。 我跟车去了, 等一切安定下来, 我手里只多了一个盒子。 我徒步坐在屋檐下, 四下寂静下来, 日光慢慢扑洒开, 而我最爱的人, 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抱着盒子, 这才反应过来似的, 嚎啕大哭。 我清楚地知道, 她病得真的很重, 能熬过这半年, 真的很不容易, 这已经很不错了。 可我不能原谅自己最后的时刻不在她身边, 如果是我在照顾, 也许意外就不会发生, 不会有疏忽。 我到底为什么会爱上故事亭? 为什么我们会走到这一步? 雪又下起来, 一个人亮亮呛呛跑过来, 满眼的不可置信, 许久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 顾时亭慢慢半跪下来, 沙哑道, 我也刚刚才知道, 我妈她, 她瞒着所有人明晚, 我是不是, 失去你了, 我很久才冷静下来。 看向她, 顾时亭, 你们凭什么这样倾见我们? 这么看不起我们? 难道就因为, 我不知道好歹, 敢喜欢你? 如果我知道, 喜欢她的罪孽可以这么重, 我一定会穿回去, 狠狠抽醒那个自己。 顾时亭看着我冰冷的眼神, 头一次那样慌, 慌得手和脚都不知道哪个该掀起来。 不是, 我, 明晚, 失明的那三年, 没人真心对我好, 只有你。 我是想着等我大权在手, 就没人再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我妈控制欲那么强, 一丁点心思, 她都不允许我游, 我是真的爱你, 我没想这样明晚。 你别走, 行吗? 她冲上来, 死死抱住我。 我眼睛疼得厉害, 慢慢推开她, 和她隔了一辟远, 爱我。 别人都对你那么不好, 连你妈都把你当个东西, 坏了就放弃你, 那三年, 是我陪在你身边。 故事停, 你那时候未必真爱我, 你对我告白, 只不过怕我和别人一样, 转头跑了, 不管你了。 所以, 你勾引我, 给我一点甜头。 后来, 你复明了, 你何尝不知道, 别人因为你的态度如何对我, 何尝不知道, 你妈如何对我, 何尝不知道, 你这个畜生, 在以怨报德。 你只是不在乎罢了, 你冠冕堂皇, 既要又要, 你爱的, 只是你自己。 爱我, 你配吗? 我往后退。 故事停追上来, 我狠狠甩开她, 给了她一个响亮的耳光。 眼泪掉下来了, 爬了满脸, 我这辈子, 却没有哪个时候, 比现在更有力量。 故事停, 我不仅是要走, 我们也不仅是完了。 我明晚, 此生拼死也要往上爬, 爬到最高的地方, 看着你和你妈怎么掉下来。 你们好好的等着我。 晨曦里, 一个身影远远朝我跑来。 她震惊看着我们两个人, 然后跟上我的脚步, 没敢抢我手里的东西, 而是替我撑开了散挡雪。 身后, 故事停根了几步, 最后红灼眼跪在了地上。 她是不是叫了我的名字, 我也听不见了。 等我有知觉的时候, 散顶的雪已经厚厚一层。 身侧少年染回了黑色的头发, 棱角愈发分明, 察觉我的眼神, 他回头看向我, 姐姐, 别难过了。 我哥哥, 你知道吗? 他叫林维辰。 我呆呆坐在长椅上听着, 没什么表情。 林维辰, 这名字没人会不知道, 二十岁登上富豪排行榜, 他前途无量。 我才察觉, 他的林家, 竟是那个林家, 他竟是林维辰的弟弟。 林维阳往后靠了靠, 张开双臂。 我们家啊, 原来真的是模范之家, 哥哥那么优秀, 我其实跟在后面享福就好。 可是二十一岁那年, 他就在这条街上, 嗯, 好像也是这个时间点, 犯病冲出马路, 当场被车撞死了。 少年看向我, 极其好看的眉眼, 染了眉温度的笑, 基因遗传病, 他过了二十岁才犯, 多不公平。 他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接受不了自己生病, 所以后来, 他天天发疯伤人, 他走之后不久, 我妈也就跟着走了。 有人觉得, 我林维扬会是下一个得宠的。 可是不久, 我家里就又来了一个, 竟然比我还大的哥哥。 这些妇人, 怎么那么爱准备Plan B? 我爸原本还算疼爱我, 只是有一次, 我听见他和人说, 这个病家族遗传, 我没有, 我将来的小孩也会有。 所以, 我注定是不会被培养的那一个。 为了抓住人生最后一点温暖, 我拼命做, 拼命闹事, 想叫他多看看我, 心里呐喊, 着想让他多疼疼我。 可我搞砸了, 他对我越来越失望。 所以大家都说, 林维承走了, 林家就垮了一半。 他是我的天, 他走了, 我的天就再也不亮了。 看着他, 一时之间, 我湿了雨, 完全不知该怎么安慰他。 少年低头凑近我, 眼睛亮若繁星, 字字清晰地说, 我那个时候起, 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坏掉了。 我一直在腐烂, 后来有一天, 我碰到了你。 我就像看到了一株被人当作杂草的植物, 正在野蛮生长, 在家缝里疯狂地求生。 我就觉得, 他好厉害。 他就像一道光一样, 我想追着他。 果不其然, 他的故事那么惨, 可他那么坚强。 姐姐, 你别难过了。 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 原来, 有的时候敲响别人心扉的, 不一定是多动人的话。 我泪如雨下, 我感觉有人紧紧抱住了我, 而我紧紧抱住了怀里的盒子。 我终于可以和这么荒诞的一切告别了。 只是我原来和我妈说要今年一起过年的, 再也不可能实现了。 回了澳洲以后, 我颓废了大约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的某天, 我敲响了林维扬的门。 少年揉着惺忪的眼睛, 看到我来, 吓得连忙找衣服, 最后羞答答地放开捂在胸前的手。 挠挠头, 那个, 这么早,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我哑然, 轻生吐字, 我申请了英国的学校, 一周后带成绩转学, 林维扬, 你想跟着我就一起申请, 我可以辅导你, 否则就当我没来, 也当我没说。 哪个学校? 他萌萌的。 爱丁宝。 姐姐, 我死了, 我也申请不到, 他不敢置信。 哦, 那当我是来告别的。 不, 不不不, 少年肉眼可见得慌乱起来, 没事, 等我, 明晚, 我死也会跟过去的。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 林维扬被我带着学习, 所有的转学手续和资料, 都是我在办。 但是办完, 我会和他讲哪里需要注意。 我是他的捷径没错, 可我也得是他的老师。 林维扬习惯性地抿了抿唇, 有点丧气, 姐姐, 你这样, 我就追不上你了哦。 我看着他, 一时竟没忍住揉了揉他的头发, 那也要追, 否则我怎么看得上你。 少年眼里的光芒乍现, 直接凑过去索吻。 我一巴掌将他的脸拍得转到了那边去。 日子匆匆, 我们很快动身去了爱丁堡。 修完一整年数学硕士学位之后, 我又果断报了美国高校的商学院。 林维扬得知之后, 整个人气地直接躺在了草地上, 嚷嚷着, 累死他了。 他的专业相对于我来说还算容易, 每次看到我盯着手机上一大片的曲线, 他就嚷嚷着头疼。 林维扬, 如果今天股票你亏了50%, 那你告诉我, 明天要涨到多少你才可以赚回来。 我鼓励他, 只要学到数学思维, 你爸爸就不会再小看你了。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 在他震惊又难过的眼神里, 我笑出来, 开始认真地给他验算。 时间飞快, 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我只顾成长, 关于国内的一切, 我懒得去听。 唯一和林维扬分开的三个月, 他去英国出差, 而我在纽约管理一个项目, 谁都没有料到。 那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会席卷全球。 感觉到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驱车回家, 买了所有能买到的药物和食材, 将自己关了起来。 医院已经全乱套, 游客已经无法回国, 而我看着每天的国内新闻, 感到病情越来越严重, 却想着, 还是要先将手上的项目做完。 那个黄昏, 门口被敲得砰砰响, 我带着鼻音警惕道, 谁? 门口的喘息声缓了下来, 是小爷我。 明晚, 开门, 我瞪大了眼睛。 我和你说过我病了, 你回来干什么? 你那边比较安全。 来不及生气了, 我戴上口罩骂, 这东西气溶胶传染。 隔着门都挡不住, 你还不赶紧走。 则, 你开门还是小爷踹开? 你是有药还是有饭? 开门? 不开。 你走。 我心头骤然一阵慌, 太清楚他进来会发生什么, 我绝不允许。 这不是几年后的安稳盛事, 在疾病肆虐的最初两年, 这个病是很轻易会死人的。 那我踹了。 光光地踹门声一下, 鼻下响, 我心惊肉跳。 林维扬, 你疯了。 我把你交出来, 不是为了吐你些什么。 我打开门, 气急败坏地骂。 少年头发又染成了绿色, 比之前都要好看。 他骂骂咧咧收回脚, 扑上来捧住我的脸就亲。 明晚, 反了你, 我是你男人, 我死也要跟你死一起。 我是个病人, 挣扎无果。 炙热的空气里, 少年的吻带着 不管不顾死而后生的勇气, 朝我迎面扑来。 我没感受过 这样热烈毫不遮掩的爱, 我也是个凡人。 软在他怀里后, 他一开始不敢置信, 而后反应过来, 他开始发疯。 林薇阳起身, 脱掉上衣, 拥住我, 姐姐, 你是认真的吗? 我迷迷糊糊, 你难道, 嗯, 我烧到三十九度了, 林薇阳, 你要试试三十九度女朋友吗? 他僵住, 然后死撑着抱住我哭了。 不, 等我四十度的时候, 再是, 明晚, 你应该挺难受的。 嗯, 我很感动。 林薇阳自然不是铁打的, 很快也生了病, 要吃完的那天, 他得意洋洋从外回来, 手里拎着满满当当的物资和药, 嘿, 你以为我们死定了? 小爷国内有人, 亲自飞过来送给我, 当晚, 林薇阳烧到四十度, 他急吼吼扑了过来, 稳如雨下, 明晚, 我四十度了, 说好了试试的。 姐姐, 姐姐, 我爱你。 三年后, 机场, 林薇阳下了飞机, 就去取行李, 让我在这边等。 这次回来, 于林薇阳来说, 是因为灵妇召唤, 于我来说, 是因为有个基因治疗项目, 要在国内采样, 很简单, 因为国内人群样本众多。 没想到, 一阵低声议论过后, 我的面前会站过来两个熟人。 顾太太经过了几年的折腾, 微微透出些老太, 倒不是容貌上, 而是从内而外, 显出几分心泪。 我明白, 顾时停婚后和曾经关系并不好, 加上这几年经济大环境本就下滑, 很多行业顷刻消失, 大厦将清, 无人幸免。 那人怎么那么眼熟? 明晚, 陪在顾太太身边的是曾经, 少女稚气退去后, 她浑身充满着一股子莫名的怨气。 你怎么在这儿? 你回来干什么? 曾经走过来高声道, 哼, 明晚, 听说你在国外跟男人跑了, 辗转好几个国家, 竟然没被卖掉吗? 林家少爷, 这是不要你了。 哈, 你是真没福气, 人家如今不知得了什么事, 在国外挖到一个风控高人, 被林伯父请回来当宝贝供着, 你毁得肠子都轻了吧? 哈哈哈哈, 我看你一辈子当保姆的命, 错过一个男人, 下一个你也做梦。 顾太太闭了闭眼, 曾经, 你乖乖站着等人。 曾经听了, 在背后恶狠狠弯了她一眼, 凭借顾太太的性格, 这些年, 估计谁当她的子女, 都要被蹉跎不少。 我淡淡看着她们, 想回击, 却一时之间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忍不住勾唇笑了一下, 左手搭右手, 继续等林为阳。 曾经却似乎眼见地瞥见了, 我手腕上的那只玉镯, 不可思议瞧着我, 半赏。 她自我开解般地嘲讽一笑, 想来觉得, 这一定是假的。 我平日里也不爱戴首饰, 这次只是因为要回林家, 林为阳死活硬给我赛上了。 她说, 这是林太太生前拍下价值最高的古语, 我便也没摘了。 妈, 那人怎么还没来? 我们记错班次了。 你确定那人能治好他吗? 闭嘴, 顾太太吸了口气, 面色微微凝重地道, 曾经, 如果见了那人, 你要收敛些, 别像面对时停时一样吵。 我不说, 不代表那些我都不知道。 曾经一致, 咬了咬牙, 暗地里狠狠翻了个白眼。 我是隐约有耳闻的, 猜也猜得到, 顾时停婚音不顺, 家里家外还有个极强控制欲的母亲操控, 她的暴躁和反叛, 是迟早的事。 这是讨了个妾的位置啊。 不简单, 晚上的宴会有多方参加。 我来得迟, 换好衣服就被人带过去, 说林董事长等我许久了。 果不其然地, 进门, 又看到了人群中的曾经和顾太太。 林董事长迎上来时, 曾经嘟囔, 怎么还能见父母? 这种女人不该藏着掖着吗? 明小姐, 林董事长保养得当, 看得出年轻时候的风韵, 此时表现积极却不谄媚。 犬子在外全靠你照拂了, 是我这个当父亲的不对, 但也是犬子的荣幸。 哪里? 我客气应道, 忍不住盯着她的眼睛补上一句, 围养本就优秀。 林董一愣, 顿时又成熟且官方地笑了开来, 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气息靠近时, 已经晚了。 整整三年没见的故事亭, 不知从哪里走了出来, 一双深眸中掺杂着一丝浑浊, 站到了我面前。 晚晚, 我敏唇朝她笑着举举杯, 就走开。 陈青却一下窜了出来, 生怕人不知道似的, 对着顾时亭一顿痛骂, 顾时亭, 你在家都懒得看我一眼, 出来就来勾搭人。 你勾搭谁不好, 这是林太子也养在外面的三, 他不懂事带着嗅到人前来, 你也不懂事, 当着佳花的面纹野花, 是吗? 陈青的话相当难听, 顾时亭脸色一下变了, 僵硬转头看她, 你简直是个疯子, 我有你疯。 曾经听见这话炸了, 泼了一杯酒到她脸上, 然后又是啪得一耳光, 拔高嗓音, 你昨晚签署的合同, 多了个零都看不见, 害我们家损失一千万, 你瞎了。 顾时亭你娶我是你甘愿, 敢搓磨我, 拿我跟明晚这种贱人比, 你想想, 是不是你疯了? 周围散开的哗然声里, 顾时亭脸上的酒一滴滴往下掉, 她争鸣的神色像是真疯了, 上前揪住曾经, 两人缠打了起来, 我皱眉, 还没做什么, 一个人影就从远处跑来, 紧紧护在了我面前, 于是我没看见, 曾经被扭过胳膊后如何惨叫起来, 而后脱下高跟鞋砸在了顾时亭头上, 顾时亭在台阶上一个站不稳, 跌了下去, 她捂着眼睛, 争鸣地低叫着, 宴会, 大乱, 顾时亭再次失明的消息, 很快传了来, 尽管顾家及时辟谣, 但风言风语还是传了过来, 我捏着手里的报告, 这一刻, 心下骤然荡开一片感慨, 说不上什么滋味, 只觉得, 隐隐竟有一些痛快, 门外助理敲门, 明小姐, 外面有人找, 想要增加一个试验名额, 她还说, 可能认识你, 我震了一下, 走出门去, 竟然是顾太太, 一向风姿绰约的豪门太太, 此时尽管脸色苍白, 仍旧是一身高贵傲气地站在我面前, 看到是我, 她似乎神色难掩地震了震, 最后净吐了口气, 放松一笑, 我竟不知道, 这个基因研究项目的资方是你, 明晚, 石亭的病当时没有痊愈, 这两年经济不好, 她操心过度, 因此复发, 你们这项研究刚好针对她, 你提出一个已经订出去的名额, 尽快安排给她, 会议室许久没这么安静了, 我的组员们, 在门外或用中文或用英文, 在寒寒酥酥地讨论这人是谁, 怎么和我说话这么理所当然和不客气, 我也没太多情绪, 尽管我当时很恨, 可时光漫长, 我总有很多很多想做的事, 在那些事和未来面前, 我突然明白, 他们原来都只是不起眼的杀力, 顾太太不满, 冷眼看我, 怎么, 资方既然是你, 难道还要我求你不成吗? 我放下报告去泡咖啡, 文言没忍住笑了一下, 顾太太, 可是, 凭什么呢? 你和你妈, 我可是给了, 可是说着, 她神色就微变, 似是终于想起对我们母女做过的事了, 是, 六百万, 我放下咖啡, 平视着她, 我捐了一大半, 剩下的给了媒体, 当年我走后, 顾家玩弄权贵, 忘恩负义, 若无其事找傅家小姐联姻的事, 被平息下去后, 却又被证据确凿地挖出来, 你可还记得? 我做的, 顾太太脸色终于开始有了裂痕, 不敢置信, 你, 我, 我说过, 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掉下来, 顾时停那双眼睛, 我看着, 该下, 顾太太, 别说我们项目所有的名额都是给集中, 极具代表性的患者, 即便不是, 我毁了, 也不会留给你儿子, 我一字一顿地说着, 直到顾太太脸上开始透出心慌来, 她站得如同一棵永远不会弯腰的松树, 冷笑, 你这么不识相, 枉顾时停爱你一场, 她是怎么爱我的, 羞辱我, 任凭你伤害我, 叫我不能和母亲告别, 究竟, 她怎么爱的呢? 顾太太, 崩溃了, 她出门前终于忍不住转身, 明晚, 这是我求的最后一个项目了, 你们是全球顶尖技术团队, 你们没办法, 时停她就真的再也看不见了。 哦, 我忙得厉害, 抽闲, 只看了她一眼, 回报她一个淡淡讽刺的笑, 然后叫助理关上了我的门。 下班后, 林傅叫我过去, 他们父子在书房议论中, 偏偏开着一道门, 叫我等在外面, 想来是给我听的。 国外你们已经稳固了, 不如回国帮帮你哥哥, 林傅苍老的声音传来, 围扬, 我确实是伤人, 有点过于重力了, 可我给你这些, 对你们也好, 你们难道还不要? 家里很久都没什么人气了, 你回来吧, 让我感受一下当时围尘 还在的时候的时光, 好吗? 林围扬走出门, 看到我, 挠了挠头, 老头他后悔了, 宝宝, 你怎么说? 林围扬此时已经二十多岁了, 眼睛还像当初一样, 亮亮的小狗似的, 有时候乖巧, 有时候又热烈到叫人招架不住, 其实可以, 我考虑许久后说, 落叶归根, 我也想回到有我妈在的地方, 只是, 结婚要去别的地方, 自由度更高一些, 小孩子上学的话, 我也可以提供更好的资源, 林围扬本来只是找我讨论要不要多待一段时间的事, 听我聊这些, 他整个呆了, 我, 他支支吾吾半天, 最后深深盯着我, 可我不可以要小孩, 明晚, 这些话, 被他哽咽着说出来, 似乎是要哭了, 哦, 我知道, 我放下手机, 摸了摸他的脸, 林围扬, 有个事, 我一直没告诉你, 你知道, 你爸为什么讨好你吗? 因为, 我之前传给了他一份报告, 林围扬的那个罕见基因病, 存在于外染色体上, 简而言之, 那基因病是他传给你哥哥的, 他没有犯病, 他其他儿子都没有, 只能说明, 你哥哥, 太倒霉了, 而我, 可以和你有孩子, 只是如果是儿子, 可能有低于1%的概率携带致病基因, 又或者, 只能要女儿了, 而已, 过去几年, 我忙于事业, 我从来都懒得思考和林围扬的关系, 而接触基因项目之后, 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癌症, 把向药和基因治疗方面的事, 整整三年过去, 我才隐约知道, 自己原来是想要做什么, 因原生家庭的关系, 我对于家庭, 孩子这种事, 本来避之不及, 可日子长了, 我也会想, 如果那人是林围扬, 那似乎也可以, 林围扬看着我一本正经地这么说完, 慢慢地红了眼睛, 那天, 没人知道, 林家太子爷急吼吼带着我出去, 然后在车里抱着我, 痛哭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嗯, 他还是像个小狗一样, 接到故事停电话的那天, 我和林围扬约好了去香山看枫叶, 我换了一套运动装, 而林围扬那个幼稚鬼, 竟然买了一堆小女孩的裙子, 正在布置婴儿房, 我只礼貌地和他说了一句, 现在的审美, 等过几年, 可能就会被小女孩嫌弃了, 他就炸了, 我也不明白, 我做错了啥, 顾时停的电话那样突兀, 我以为是诈骗电话, 可难得心情好, 我就接了, 晚晚, 香山的枫叶, 听说红了, 曾经要和我离婚, 我妈说要告他故意伤害, 没有一个人管我, 啊, 是不是天道轮回, 明晚, 我又变回那一颗气子了, 电话那端顾时停的嗓音温和舒缓, 却仿佛泡在眼泪里一样, 强忍着, 才没有哭出来, 我听出了那骨子悲伤, 却没办法感同身受, 其实我略有耳闻, 曾经和他早就彼此怨对, 不会再有重修就好的可能, 而顾太太, 更是自顾不暇, 顾腹在顾时停再次失明后, 堂而皇之地将养在外面的女人和孩子都借回了家, 他受了顾太太一辈子管控, 老了, 终于可以疯狂地扬眉吐气一把, 顾太太将来的日子只会更难过, 他曾经的张扬, 狂傲, 犯下的罪孽, 都将变成一把利刃, 将他尊严, 傲起, 每一寸血肉连着筋骨慢慢弯下, 血淋淋地没有止尽, 吸一口气, 我关上了窗子, 哦, 我会和我老公一起去的, 对了, 谢谢你告诉我呀, 关于顾时停, 那些年, 我未必不曾想过和他的以后, 只是我更感激我自己, 千千万万次, 就自己于水火, 才终于找到那个对的人, 与我站一起, 过去的那些糟心, 瞬间都远去, 我还会和他有千千万万个, 下去秋来, 枫叶红染, 全文完, 了解采访 一千万, 所以, 感谢观看